喝到一罐变质的啤酒 后果究竟有多严重呢 今天给大家带来恐怖故事 灰质 一个暴风雨夜 小镇的警长、医生和杂货店的阿姨 正靠在桌前打牌 随着飓风的登陆 屋外的风雨声越来越大 广播开始播报 由于受天气的影响 警局将暂停对最近小镇 一对失踪女孩的搜寻 警长随口附和道 这种天气 估计是不会有人出来乱逛的 可这时杂货店的门铃响了 一个男孩走进来 他叫地米 他表示 他的父亲叫他来买一箱啤酒 阿姨起身去拿 却发现酒箱上有奇怪的粘液 他以为是煤菌 便责怪警长 刚才没擦干净 警长表示 最近的煤菌总是很多 阿姨接过地米手中的钱 发现他的钱上也有粘液 并且更粘更潮湿 还有点诧异 问地米怎么回事 但地米的表情很害怕 看起来有什么难言之隐 在阿姨的追问之下 他说自己父亲酗酒的问题 越来越严重了 他现在都不敢回家 善良的阿姨听完 连忙表示 地米可以留在店里 同时 他让警长和医生 去男孩的家里 看看他的父亲 两人义不容辞地同意了 很快 阿姨给地米做了一顿饭 地米狼吞虎咽 在阿姨关切地询问之下 地米渐渐地敞开心扉 讲述起自己和父亲的事情 原来在几年前 由于母亲的去世 父亲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 他染上了酗酒的恶习 一开始 他只是每天下班喝 但到后来 他几乎一整天都在喝 甚至在工作时都如此 很快 父亲被炒了鱿鱼 不过父亲并没有因此收敛 反而变本加厉起来 他表示 自己需要通过喝酒 来缓解压力 可讽刺的是 随着越来越多的酒精摄入 他的压力却越来越大 他开始交不起房租 换不起汽车用的发电机 终于有一天 父亲来到地米床前 他说 自己打算重新开始 好好赚钱 并且 他一定会把酒给戒掉 但很快 地米再次失望 原来父亲所说的赚钱方法 就是参加喝酒比赛 正是靠着迎来的奖金 他们才能够付得起房租 而父亲每次打开一罐啤酒 都会安慰地米 没事 以后一定会戒掉的 不久之后 事情开始不对劲起来 一天 地米的父亲 在喝完一瓶酒之后 忽然猛烈地干呕起来 地米连忙查看 只见父亲的牙齿上 渗出了鲜红和灰色的黏液 第二天早上 地米起来 发现父亲倒在地上睡着了 他给父亲盖好毛毯 发现父亲手边的啤酒罐上 沾着许多灰色黏液 他拿起来闻了一下 差点吐了出来 里面像是有什么尸体的抚慰 很快 地米发现 父亲开始跟以前不一样了 他整天坐在椅子上 一遍又一遍地 看着自己最讨厌的催泪剧 他的身体出现黑色的斑块 而且越来越怕光 他每天都把门窗 拉得严严实实的 就连地米晚上做作业时 他也不允许地米开灯 地米每次提出疑问 父亲都会威胁他 他要求地米 每天放学之后 都带一箱酒回来 不然就不给他进门 之后 父亲的行为越来越诡异 在凉爽的九月 他竟然打开了暖气 同时 他要求地米 把啤酒煮热之后 再给他喝 终于有一天 地米回家 发现屋里弥漫着 闷热和腐臭的味道 他打开灯 发现父亲居然用布 把自己从头到脚 包了起来 他浑身流淌着粘液 身体也出现了扭曲的变化 地米吓坏了 他想找医生 父亲低吼起来 他说 他现在感觉棒极了 如果地米敢叫人 他就把地米变得跟他一样 他摘下脸上的布 地米吓得跑出了屋 地米说到这里 就停下来 阿姨陷入沉思 很明显地米被他酗酒的父亲吓坏了 他鼓励地米继续说下去 并表示 如果地米不说出他父亲的情况 他们就无法帮助他 地米痛苦起来 他实在是不想说下去了 但阿姨持续逼问 最后地米忍不住了 他说 自己父亲的欲望 开始越来越强 他不仅仅满足于喝啤酒 他开始生吃一切 他能够看到的东西 为了满足父亲 地米不断地把野生动物带回家 让父亲啃食 阿姨震惊地瞪大双眼 他瞬间惊恐起来 果然地米继续痛苦地表示 他不是故意的 因为飓风 小镇上的人都躲起来了 他只能够来砸货店 骗人回家给父亲吃 另外一边 警长和医生已经来到了地米家 一进门 他们就感到一阵 令人作呕的腐臭味 他们时急而上 来到房间 发现门板上到处都是碾液 沙发和天花板上 也都挂着奇怪的枣泪 在地上发现了一些小动物的残骸 他没忍住 冲进洗手间 趴在浴缸上吐了出来 可这一吐 他发现了更恐怖的东西 浴缸上竟然躺着之前小镇上 警局寻找的失踪女孩的尸体 原来正是地米的父亲 害了他们 两人瞬间惊恐起来 忽然房间里传来一响 警长马上举枪 但此时 他们身后一只巨大的怪物 从黑暗当中站起来 警长吓得领开三枪 可怪物皮实在是太厚了 他压倒警长 警长很快就被他黏乎乎的身躯 吞没了 医生吓得躲到一边 怪物开始分裂起来 他变成了两只 并且还在增加 他们朝医生扑来 医生拼命地向门外冲去 很快 医生跑回了杂货店 他表示 他们必须离开小镇 按照怪物的繁殖速度 小镇很快就会被占领 但这时 《灰智》是2019年恐怖美剧 《鬼作秀》中的一则小故事 实际上从剧情中我们可以看出 杂货店卖的那个啤酒 其实已经变质了 按照常理来说 一罐变质的啤酒 不至于把人变成一个怪物 可由于地米的父亲 已经把酗酒的恶习 发挥到了极致 因此 在日复一日的灌醉之下 他变成了如同霉菌一样 能够不断地分裂繁殖的怪物 不得不说 这一则故事 用一个脑洞大开的角度 提醒了酗酒 给人带来的危害性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